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自然眼中 貧窮名不見金傳的寮國 卻是飲食文化中的狠角色 因為他們吃蟲 吃蜥蜴 吃辣麵 你看那邊有一個好大的蜥蜴 好吧 你就趕快殺吧 我真的不要看了 我的媽呀 那個聲音 唉唷 眼淚開眼淚衝出來 好臭喔 這比較像大便 而且那個牛應該是拉肚子 拉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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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也是大便 這個他們居然敢吃 他們不怕裡面有細菌嗎 為什麼寮國人要吃 全身硬甲厚皮的大心意 來將牛大便製成沾醬吃下肚 究竟 寮國人都有什麼樣的鐵打腸胃呢 跟著今天世界的一定 去發掘寮國另類超某的飲食文化 在台灣呢 有許多老饕喜歡吃一些山珍野味 舉凡說山豬啊 山腔啊 飛鼠啊 甚至於毒蛇等等 你以為這樣就很稀奇嗎 我告訴你 這一點都不稀奇 在寮國這個地方 居然有許多人在吃史前時代留下來的 爬蟲類 大蜥蜴 這大蜥蜴該怎麼吃呢 堅毅的外殼 它是用煮的嗎 還是用炸的 今天世界的一定就有小把我 帶領大家一起前進寮國 看看寮國人如何吃大蜥蜴 位於中南半島的寮國 被法國殖民統治長達半個世紀 但在飲食文化卻未受法國太大的影響 倒是受鄰近的越南 泰國等影響較深 口味都是酸酸甜甜辣辣的 甚至連吃山蟬野味怪東西的習慣都一樣 為了尋找寮國的超萌野味大蜥蜴 我們來到當地的傳統市場 因為據當地人說 在傳統市場中 或許有機會遇到獵人兜售大蜥蜴 不過還沒遇見山蟬販子 我倒是深陷一場令人頭皮發麻的 蟲蟲大戰 我就說嘛 這市場裡面一定有怪東西 果然 你看 等一下 這是活的還是死的 這是活的耶 可是你看他們真的是難兄難弟 他們也死了頭要綁在一起 而且上面這隻體力非常好 牠一隻手可以勾住底下這麼多隻 這是什麼東西 那個料理叫做明達 明達 明達是一種蟲嘛 一種蟲 那牠這個是怎麼吃呢 這是拿來吃的吧 什麼是拿去烤 烤了呢 種那個叫一種醬 用烤 是 是拿牠那個味道而已 因為牠有那個 這種蟲如果拿去烤 烤了牠有一種那個味道香味 香味 牠不是來吃這個蟲 是最主要是讓牠變成醬 醬 拿牠的香味而已 拿牠的香味 那另外這些呢 這些是要吃的吧 這我知道 這是蟋蟀嘛 是 蟋蟀也都是活的喔 你看 好胖喔 這蟋蟀怎麼吃 拿去炸 拿去炸 一般人都來這邊買 就這樣買生的這樣子 就買回去 就自己炸來吃是不是 有的牠們也是買 牠們弄熟的也有 生的也有 你看這個不知道 這個我就看不懂了 這個好像海蟑螂 但是這邊沒有海 遼國今年沒有海嘛 他們這邊叫做那個異尿了 蛤 異尿 異尿 什麼尿 它的名 它那個 異尿 異尿 它是一隻很小很小的蟲 那這個應該也是炸來吃吧 是 你看到沒有 這小小一隻 醬他們也不可以吃 這是味道很香嗎 這些蟲子要炸的時候 要加什麼鹽巴還是什麼嗎 不用 就是生炸 然後拿起來吃 生炸 那這個市場裡面 還有沒有有榨過的 有榨過是在那邊 真的嗎 我們去看看好不好 謝謝 我們去看看有榨過的 吃昆蟲在中南半島上的國家 是相當普遍的一個現象 因為中南半島經過長期的戰亂 使得人民窮困 缺乏食物 於是人們將隨手可捕捉到的昆蟲 就克了起來 久而久之 當地民眾都當昆蟲 是不錯的小零嘴 不過一鍋鍋蠕動的蟲蟲 要變成一點點酥脆的蟲蟲小零嘴 可是要經過一道重要的手續 阿翔 你可以幫我們示範一下 怎麼樣做 拔腸子嗎 你幫我試試看 等一下 慢慢來 我的老天爺 等一下 什麼東西 再試一次 等一下 你先試一下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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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有點暴力 這個有點暴力 然後再用水這樣洗一洗 很難看過 就拿去炸了喔 天啊 看老闆娘熟起熟落 一隻隻蟋蟲馬上渡破長流 我真的是洗蟲第一次看到 害我全身騎滿雞皮疙瘩 但是老闆娘說 昆蟲腸子裡面有細菌 髒東西 最好還是清理掉 不要去吃它 我的媽呀 等一下 我老天爺 你教我拔好不好 好不好 好不好 教我拔 教我拔 可以 可以 我也 我 我嘗試一下 小片他會咬 他會咬人喔 他會咬人喔 可以可以咬人 這個 我不敢挖這什麼東西 喔 拜託喔 我真的 我的媽呀 這個好恐怖喔 他還會踹我 我的媽呀 我知道了啦 我跟你講啦 我們也沒有那麼遜色好不好 這根本就是拔一個叫小嘛 來 他說要把牙齒把它拿掉 要不然它會咬人 要不然它會咬人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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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冷心喔 這位天天與寵寵為伍的老闆娘 每天大約可以賣出 一千五百到兩千隻的炸蟋蟀 約可賺台幣近七八百塊錢 就當地的生活水平來說 算是一個不錯的收入 好 這些蟋蟀經過加了一點點 味素 加了一點點鹽巴 還有它加了一個檸檬葉 經過這樣的料理之後 我們等一下就要下去炸了 好不好 可以嗎 來囉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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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去哪抓的這些蟲 你老媽的條條的 我才是五三八十多公里 離這邊五十多公里了 是專門有人在抓這些蟲賣給他 你可不可以吃嗎 有人專門在抓來賣給他們 那他知不知道這些人是怎麼抓的 你怎麼抓得來賣給他們 好 還是要捕一匹一匹 在土底下 土底下 土底下 我們直接挖上來的 這些細算是在土裡面的 是 他們就會挖…挖上來 然後賣給他們當地的這些小販 好 差不多了 我們經過的時間呢 準備要讓這個昆蟲起鍋了 起鍋之後呢 這就是一道 遼國人所吃的蟲蟲美食 你們每個人想盯手探探探 好有看過 等一下… 等一下… 好 吃起來呢 我覺得任何一樣蟲類 我吃過蠻多蟲的現在 對我來講 每一種蟲炸起來都很像炸西科 都好像炸蝦子 就是蝦子拿它去炸 然後放點鹽巴拿去炸 味道很像 因為它都有硬殼在裡面 所以吃起來呢 那個硬殼加上一點點小小的肉 他們昆蟲的肉 所以吃起來就好像炸蝦子一樣 只是因為我們比較怕 它的形狀太怪了 好不好 如果你來 你真的願意敢嘗試的話 你可以嘗試看 因為你吃起來保證跟蝦子一樣 再來一隻 好不好 好不好 不好 好不好 給你拿去賣 給你拿去賣 好不好 遼國人不僅吃蟲蟲解饞 更借吃蟲蟲來補充蛋白質與假核素 所以 吃蟲蟲可是好處多多呢 不過 蟲蟲不是我們今天的主角 主要還是要尋找 遼國人最愛吃的大蜥蜴 可能吃蜥蜴還是有為保護觀念 雖然 遼國政府沒有民文禁止 大家還是不敢明目張膽的在市場裡賣 所以逛了半天市場 並沒有找到大蜥蜴的中央 我們只得往森林裡去 找獵人帶我們去獵 那個人應該就獵 因為他有帶槍又有帶帶子 搞不好正在找一些要獵的東西 我們去看看 小心這邊 不好走 嗨 哈囉 你在獵什麼 什麼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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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在找那個蜥蜴 蜥蜴喔 蜥蜴喔 他抓蜥蜴是來賣嗎 蜥蜴喔 他抓蜥蜴是來賣嗎 蜥蜴蜴 一般是抓蜥蜴蜴 如果有人來賣 蜥蜴蜴 蜥蜴 可是蜥蜴 這麼小一隻有什麼好吃的 一般抓到的差不多兩公斤到三公斤 兩公斤到三公斤啊 那是很大的蜥蜴喔 那個兩公斤半大概就足夠 大概一米多了 他拿這個槍是打蜥蜴喔 你們要不要把蜥蜴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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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蜥蜴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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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蜴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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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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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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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用繩子,然後繞住,去套蜥蜴的頭 很像那個印第安牛仔,在套那個什麼麻羊的話 就用繩子這樣過去套,它沒用它的方法 可是這個機率很小吧,因為這裡有那麼多的樹葉 這麼多擋住的東西,它怎麼會這樣套過去 一定有它一個特殊的方法 但它講說蜥蜴套頭,這我小時候有玩過 我小時候抓那個小的蜥蜴,就是用一根草 那個草的中間的梗的印,把它綁成一個活結 然後蜥蜴在爬,我們就把它套進蜥蜴的頭 然後用力一拉,那蜥蜴就...它就被我們拉住了 大致的我想應該也是這樣抓 蜥蜴的種類多達三千多種 遼國人所吃的蜥蜴,是一公斤以上的大蜥蜴 但是,越大的蜥蜴,看起來皮厚肉粗的 真不知要如何下咽 不過,在物資頻發的年代裡 人們為了生存,也只能往山林裡捕捉野生動物 來求得溫飽 先看抓痕 它不能換,它不能斷掉它 有道理 它的蜥蜴可能就是指甲什麼東西 走路的時候會有痕跡,對不對 你問它是不是... 它能回答是不是 剛剛就說,去看那個樹下 如果有抓痕的話,那顆樹就... 絕對會有 真的耶,獵人果然是獵人 它們懂得這種...怎麼去找去它動物的那個足跡 像那一般山豬啦,也有山豬的那個... 山豬那個叫什麼來的? 獸徑 就是獸徑 就是野獸在跑的路徑 在從裡面,就抓那個獸徑就可以找到山豬或山槍 這個就可以抓蜥蜴 那今天這棵樹就有了 這樣嗎? 這棵樹沒有了 這棵樹沒有了 這棵樹沒有了是不是 那可不可以請他帶我們去找好不好 他說在這附近 還是沒有了 要去那個森林裡面 真的啊 這位獵人大哥告訴我們 蜥蜴常出沒於草叢樹林裡 所以一般獵人都會先放出狗 在草叢裡跑來跑去 而蜥蜴在受到驚嚇之後 便會往樹上爬 這時候獵人就可以運用神圈來套補蜥蜴了 你看那邊有一隻好大的蜥蜴 現在有一個人叫準備上去爬了 我過去看一下 你要小心耶 你小心耶 那個蜥蜴 知道有人要來抓牠了 你看 拼命往上爬 它這個要有技術 我覺得這個爬速好厲害 就這樣子喔 好大隻喔 我拿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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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這隻大概有 我覺得快有一公斤喔 那你抓這個蜥蜴 你是要自己養還是 你拿去賣還是 要吃啊 剛才你這麼後悶 你如果沒有去後悶 你怎麼會開 開 開 拿去賣 拿去賣喔 那這樣子一隻可以賣多少錢 差不多十萬 十萬塊錢一隻 大概台幣多少錢 十萬台幣 好像也不貴嘛 七百塊錢而已喔 那它賣掉 是賣給人家去當料理 還是賣給人家也是當寵物啊 蛤 你才有賣金 不才有賣金 你才有賣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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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這個皮這麼硬怎麼吃啊 他就把皮剝掉 拿去烤 然後剝它的皮 等於這樣拿去烤 插下去然後拿去烤 對 然後再把皮剝掉 這樣吃喔 我覺得我們人類真的是很奇怪 什麼 真的是什麼東西都能吃 哪一個部位最好吃 你覺得啊 像我是比較喜歡吃雞腿 尾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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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尾巴是最好吃的 因為我們一般吃雞肉 我們比較喜歡吃雞腿 吃蜥蜴就要吃尾巴 可是在台灣這種蜥蜴都很難找 要在這個地方才比較多 這個寮國很多嗎 除了他們一兩隻 很多蜥蜴 為了了解寮國人為什麼要吃蜥蜴 我們買下了寮國少年所捉到的這隻蜥蜴 然後找來寮國當地的步履 為大家製作這道蜥蜴的野味大餐 我們再過一回就要料理這隻蜥蜴 但是讓我覺得動物是有感覺的 牠們是有知道牠待會兒就要被殺掉 所以牠拼命地往外跑 牠兩隻手背在後面 牠拼命地往樹上跑 然後試圖地要掙脫這一切 其實看到我心裡面是有一點點 怎麼講 當然會覺得這很選心 可是這是每一個國家 牠們風俗習慣真的不一樣 就像我們要吃雞也要殺一隻雞 要吃牛也要殺一頭牛 豬也要殺一隻豬 只不過就是你自己看到會覺得 還是不捨得 更何況這蜥蜴對我的感官裡面 牠不是一個食物 牠可能是一個寵物 是一個野生的動物而已 所以 希望牠 就趕快把牠了結牠的生命 不要讓牠太多 你看牠現在一直鑽一直鑽 牠一定是花了牠很大的力氣 牠兩隻手背在後面這樣子 好嗎 你就趕快殺吧 我可以看 我真的不想看 我可以看 我真的不要看了 我的媽呀 哎呦 那個聲音 哎呦 這位寮國婦女驚艷老到毫不留情 輕而易舉地宰了這位蜥蜴 然後將死去的蜥蜴在熱水裡浸泡 然後再刮去蜥蜴身上的硬皮 而這層硬皮並不好刮 這位寮國婦女也是花了十多分鐘 才將這蜥蜴的硬皮去除乾淨 接著就像上國中解剖課程一樣 將蜥蜴剖開 取出內臟 就在這個時候 我們發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 你看 這心臟還在動耶 其實以這種 就是說中醫的醫學的角度來講 人家講說 有一些動物為什麼要去吃牠 可能牠因為牠生命力比較強 或者說怎麼樣呼呼你 我覺得這好像有點道理 因為這個蜥蜴 雖然生命力很強 因為我們從抓到牠 好想也禁錄牠一兩天耶 牠都沒有吃東西 死掉的時候 心臟還會這樣一直跳 這個心臟可以跳多久 不知道你爭到哪個蜥蜴 不就知道 什麼蜴蜴 我覺得這個如果在台灣 被台灣人看到的心臟是這樣跳 搞不好真的拿一下 沾沾泥酒就吞了 蜥蜴是一種生命力 非常頑強的生物 有些種類的蜥蜴 甚至擁有再生的能力 像是尾巴掉了 都可以再長出來 而像這隻蜥蜴 在被骰沙取出內臟後 心臟還能噗通噗通的跳 也正展現它頑強的生命力 這種現象 與蜥蜴同屬爬蟲類的鱷魚 也有同樣的情形 好啦 差不多啦 我們這個蜥蜴BBQ呢 等了差不多30分鐘之久 所以連同前面的料理 加上烤完之後 花了一個小時的時間耶 既然來了 也烤了 我們就來品嘗看看 這個蜥蜴BBQ 它是什麼樣的味道呢 這都可以吃吧 你可以 吃雞肉 你看這個它是它尾巴部分 聽說那個時候我問的時候 他們就說尾巴部分 吃起來滿像雞肉的 我吃吃看 唉唷 好燙喔 我講真的 各位觀眾不要覺得我很殘忍 好好吃喔 好好吃喔 怎麼這樣子啊 我們這些人真的是 剛才才那個前30分鐘 心情相當的沮喪 覺得我們殺生了 三分鐘之後一吃 覺得好好吃 很香 來一段尾巴吧 還沒眼睛 其實這個這裡的生活 在某一些程度 都滿像我們台灣的原住民喔 原住民的文化裡面 也會有很多的燒烤的東西啊 飛鼠啊什麼之類的 所以其實是滿類似的 很像蛇肉 而且人呢真的是滿壞的 吃著吃著呢 就沒有什麼同情心了 越吃越好吃 其實想一想是因為 因為我們沒有吃過這樣的東西 會覺得有點心裡面有點害怕 如果有一個國家的人 他們不吃雞啊 看到我們吃雞肉 他們也會覺得很害怕 是一樣的道理 但是都是你知道嗎 這個 逝者生存在這個地球上面喔 有東西活著 就是有東西會等著被吃 只是這次是我第一次嘗試吃蜥蜴 如果各位觀眾有興趣的話 可以前來寮國吃吃吃看 這個寮國當地的山珍野味 大蜥蜴 如果你以為寮國人吃炭烤大蜥很特殊 那你就錯啦 其實寮國當地還有一道更恐怖 更匪夷所思的怪食物 我現在在的地方呢 是寮國的首都永珍 在我身後這個地方呢 是他們當地一個非常傳統的市場 那小馬曾經造訪過 中南拜島很多的國家 然後每當去到他們這個 傳統市場裡面呢 總會發現一些非常讓我驚訝 而且很驚奇的一些食物 是當地人的 拿來當作美食的 像這個柬埔寨啊 就有人在吃蜘蛛 然後到越南呢 就有人吃很多的昆蟲 到印尼有人吃蝙蝠 可是寮國這個地方 據當地人說 他們吃一個東西更恐怖 吃什麼呢 吃乳塞 恐怖了吧 遼國人居然吃大便 吃牛屎 這到底怎麼一回事呢 我也有一點懷疑的態度 但是今天來到這邊 我一定要帶大家 進去這個傳統市場看看 到底遼國人是不是在吃蠔 Let's go 傳統市場是一處最能呈現 當地飲食文化的反射鏡 當地人會吃什麼東西 一定會在此出現 所以要知道遼國人 怎麼樣夾蠔賽 就得到傳統市場走一趟 不過還沒找到遼國人 怎麼夾蠔賽 倒是發現遼國人 將一桶桶 看似收水的東西 拿出來賣 好狠 好臭喔 你們怎麼在那邊賣噴啊 這對我來講這噴嘛 這是一種捕爛食物的味道 你知道嗎 你看 我真希望以後的科技 能夠進步到說 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 可以聞到味道 你知道嗎 就我現在在的場地的味道 你們可以聞得到 哇那太厲害 你就知道有多臭了 好像我去菲律賓的垃圾山一樣 這比垃圾山的味道還要臭 這是什麼東西啊 臭魚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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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裡面是有很多魚 那這個魚都是 有固定是哪一種魚嗎 那一種魚 只是一般的魚 好幾種魚 反正只要是不要的 爛掉的魚 就通通丟到這裡面 讓它爛就對了 是 那這要泡多久 差不多六個月以上 到一年 你說泡在這一缸裡面 是 腐爛到六個月以上 然後拿出來賣給別人吃 對 寮國人真變態啊 我的媽呀 這怎麼吃啊 我們臭豆腐 了不起講說臭豆腐 還是一個發酵 沒幾天的齁 臭豆腐 有一點臭 外國人已經很受不了 他們竟然把這個拿來 當醬汁再吃耶 而且你看它 好恐怖喔 好恐怖喔 我看到這樣的食物 雖然很臭 可是 世界的一定呢 就是有這種精神 我們一定要去親身的體驗 所以我 願意去嘗試看看 這一道 寮國他們異國的一個臭魚醬 到底是什麼樣的味道 你們自己看這怎麼吃啦 這好臭喔 我跟你講喔 我講真的喔 它臭到一種程度 我沒有騙你 我沒有鼻子都聞得到 它臭到 蒼蠅都不來了 你看厲害了吧 居然這不敬沒有蒼蠅 你看看 很厲害了吧 欸 我不吃魚肉啦 好不好 我沾一點那個汁 注意囉 要讓它浸泡一下 在這裡 我的手開始有爛掉的感覺了 我整隻手有爛掉的感覺 好 試吃 很假喔 在這邊啦 我好害怕 問了老天爺喔 爛不喝 好 我心裡爛不喝 OK 一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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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喂 喂 你整個這樣衝出來 好臭喔 我爸還在那裡 不然有嗎 來 OK 這一段我們錄完了 再見 拜拜 太噁心了 正當我被這臭魚醬 燻得兩行熱淚狂飆之際 製作單位還告訴我一個 更恐怖的事實 那就是 他們在這臭魚醬中 發現了萬頭鑽動的 去 天啊 寮國人吃東西的勇猛 已經到了無人能及的境界 事後 老闆娘雖然向我們說明 臭魚醬是煮過之後才能吃的 反正煮過也就可以殺菌了 所以 寮國人愛得很了 用臭魚醬來煮湯 或是涼拌青木瓜 聽說連老外也愛吃 儘管老闆娘說的口莫很悲 但想到那一條條蠕動的區 真的想把胃給偶出來了 由此看來 我越來越相信 寮國人是會加苦塞的 在鹽湖這邊都是賣豬肉的比較多耶 你看 低桃 有沒有 這是什麼肉 這是什麼肉 這是牛肉 牛肉 喔 牛肉啊 是 我們要找那個牛肉的 問牛肉的攤就對了 他們是不是有牛大便 你屁啊 你有啊 哪一個 哪一個是 這個嗎 這個腸子裡面是大便 是 不是那個一袋一袋的喔 那個一袋一袋的比較像 我看一下 那個袋子裡面也是 這個比較像大便吧 這個比較像大便 而且那個牛應該是拉肚子 真的有賣牛大便耶 而且就放在攤位上面賣 寮國人還真的不是普通的霹靂 而且這牛扁扁看起來怎麼水水的 想必這頭牛肯定在死前腸胃一定不太好 不過 遼國人平常是怎麼蒐集這些牛扁扁的呢 難道是有專人隨事流冊 等他們入冊後馬上蒐集嗎 天然的這個取下來就長這個樣子嗎 你看兩個顏色不太一樣啊 這是 我自己也沒可感受 這樣看得出來嗎 顏色好像不太一樣喔 對不對 這也是大便 是 是大便 那它是怎樣 它是 這是牛殺了之後 就是取下這個東西嗎 它出來就 裡面就有這個牛水在裡面了 不用再製作 沒有再製作 是真的大便喔 真的大便 搞了半天 原來牛肉攤上所送的骨菜 不是指牛拉出來的屎 而是牛脂腸子裡等待排出的糞便 也就是說 牛脂在宰殺的過程當中 人們就將牛脂的職場整段取下來 保留其裡面等待排出的糞便 來送給買肉的客人 只是我很難理解 即使是牛脂未排出的糞便 但那仍然是排泄物 是髒東西 想必裡面應該有很多細菌吧 但是 遼國人竟然就拿它來當成美食 真是令人匪夷所思啊 這一串啊 這就是牛在職場要大出來的 排泄物喔 真的是無塞喔 這個他們居然敢吃耶 他們不怕裡面有細菌嗎 他們也不怕 因為他們先拿去煮熟 煮熟啦 為什麼只吃牛的不吃豬的咧 豬他們沒有吃 為什麼 豬的難道就不好吃嗎 因為豬它吃的東西 跟牛吃的不一樣 因為牛是吃草的 那羊總有吃吧 羊 羊有沒有吃 有沒有吃羊大便 羊大便有 也有吃 也有吃 老天爺啊 反正只要吃草的 他們就吃他們的大便 是 哇哩咧 原來愛吃大便的遼國人 可也是挑剔得很了 只吃草食性的動物 像牛啊 羊啊 而且是煮熟了吃 各位看官 這個熟大便 我想你一定沒有吃過 但是小馬我為了提煉 遼國的道地傳統美食 那只好買一些回去嘗嘗吧 我的媽呀 真的要去吃草 這是怎麼賣 我們買一點回去好了 賣了 賣 他是不賣的 牛肉買多一點他就送 如果你買牛肉 他會送牛肉 買牛肉送牛肉吃 這就跟我們台灣一樣 他媽媽去超常買菜 買青菜的上蒜 上蒜頭 來這裡是白雞肉 上胡蒜 我可以不要嗎 我可以買牛肉 他送牛肉吃 但是會被人家笑對不對 兩國人都吃這個對不對 真的 你吃不吃 媽媽 你吃這個嗎 我也有吃了 我們翻譯也吃 好不好 所以我們買一點牛肉 媽媽買什麼 蛤 怎麼這麼口 牛脂不賣 得賣牛肉才送牛脂 這倒是跟我們台灣 買菜送蔥的狀況相似 那我們就買點牛肉吧 老闆再送我們一坨牛脂 我們就可以請遼國當地居民 幫我們做這道牛脂大餐 我們現在一起來示範這個牛脂 到底怎麼做呢 可以請你示範一下 可以示範一下 很臭 很臭是不是 等一下我喝看 好 請 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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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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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看看 我提看看 WOW WOW REAL SHIT 真的大便 這真的是大便 真的是大便 這是不是大便 是大便 我跟你講好不好 各位觀眾 以為我聞 大家會以為我們主持人在那邊演戲 來 我叫她聞好不好 我聞一下 你聞一下 你聞一下 什麼味道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這個畫面 這個構圖是在我 在我有視力以來 看過最妙的構圖 就是一個美女在玩大便 遼國人做這道牛屎大餐 可是一點都不含糊的 首先 將牛腸裡的腮甲給她取出 再加入清水攪拌 然後再用慢火煮開 等到塞來滾 就可以起鍋 來製作牛屎大餐了 來示範一下 我們怎麼樣來 來吃這道菜 這道料理 這個塞 對不對 這個屎湯 是滾過的 好不好 塞剛才滾過 塞在滾 滾了之後呢 可以吃 我們就把牛肉 給你撒 撒給牛肉熟 然後我們就可以來吃了 來 先來看吃牛肉 好 淋上去囉 你看 這有沒有 這叫做屎倒在肉上 然後放一點薑 放一點辣椒 放一點檸檬葉 這個喔 現在它拌起來就很像那個 我去吃泰式料理 裡面有一種拌牛肉有沒有 生拌牛肉 牛肉沾屎 這道遼國呢 非常有名的一道美食呢 就要呈現給各位觀眾啦 而且呢 小馬我就打算來試吃一下 因為剛才拆下那個生腸 那個牛屎的時候 我一陣噁心 真的很想吐 因為它就是牛大便的 淋上牛屎醬的牛肉 擂在均勻的攪拌一番 讓每塊肉片 確實融入牛屎醬的味道 這菜聞起來的味道 該怎麼形容呢 我想是 想到接下來要品嘗的 這道牛屎涼拌牛肉 我的心裡 還真的是有點害怕 古人未清長分 小馬我這次 是為了觀眾嘗試 該拼啦 好 好 由於呢 我們旁邊這位 很可愛的寮國的 美少女呢 她辛苦了來做了這道菜 所以我先 好好的味道她一下 來 來 來 先吃 好不好吃 吃 吃 好吃 好吃是不是 OK 一般呢 那種比較討厭的藝人 都會怎麼怎麼女 女孩子吃完之後 自己趕快就要上去吃 我這個人不會這樣 我不會這樣 我們沒有那麼低俗 我的天啊 真好吃 真是屎到家 屎到家 你懂我意思嗎 經過她的料理之後 真的沒有吃出那個屎味 反而感覺到一股 那種草蹄的清香的感覺 就覺得自己好像很乾淨 反而變得乾淨了 你懂我的意思嗎 就是 本來這一股屎喔 看過你的心理障礙之後 閉上你的眼睛 去品嘗那個感覺之後呢 你會感覺到有一股 大地的清新 那種 那種 很新鮮的感覺 哇 真好吃耶 吃起來有股清新的清草味 現在的台灣人為了健康 學牛吃草 流行喝牧草汁 想想 至於遼國人吃牛屎大餐 還頗具有異曲同工之妙 先前 擔心半天的清腸牛糞任務 沒想到是這麼愉快的感覺 而且還有美女相伴 真是愉快啊 哈哈 我覺得整個過程啊 或是他整個料理的東西 都讓我為之驚訝 但我最想問的是 你有男朋友嗎 他說沒有男朋友 沒有男朋友 但是有男朋友 OK 沒有關係 我決定 不再跟你講話了 沒有那麼開玩笑 他是一個很賢味的這個 遼國的女生 但是遼國是母系社會 還是顧系社會 母系社會 母系社會 女人比較大 對不對 女人比較大 所以老公在家裡面 都要相夫教職 相妻教職 對啊 還不只 別誤會 小馬我其實好色之徒 只是開開玩笑而已 不過這遼國女人 實在也太早結婚了吧 沒有啦 接下來 這位遼國美少女 還要為我們做一道 牛屎涼拌生牛肉 不過 生牛肉得新鮮才能吃喔 這牛肉不知道是否新鮮 我可不想輕易的嘗試 這一道菜呢 就是遼國的 屎醬生牛肉 好 有你餵我是不是 來… 好啦 我敢吃 快啦 畢竟又太小了 好好 我告訴你 Everything for you 老是為了你啊 快點啊 在嗎 我也要餵妳 妳也不敢吃是不是 我 怎麼樣 怎麼樣 這樣 她敢不敢吃 不敢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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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們來玩這一拳 剪刀石頭褲 剪刀石頭褲的人很奇怪 如果你有機會到寮國 小馬也建議您去品嘗品嘗 寮國得一定的怪怪美食 世界得一定